從現實主義來看 加薩的悲劇在於被整體滅絕基本 對世界沒什麼影響 甚至對相關的國家或大或小 有一點好處 就是它沒有那麼重要 對 加薩的悲劇在於整體的滅絕 對基本上世界上沒那麼大的影響 這大一個態度 Yoyo 請問如果真的飛彈來了 老百姓跑哪邊比較安全 這個 不用跑了 我記得賴岳謙老師說過 因為老的公寓還有地下室可以去 基本上都是精準制導 他只打軍事目標 來林月明他說 兩岸現狀不可能是永久維持拖下去 這是一個現實問題 台灣的民眾究竟是沒有意識到 還是不願意面對 我認為兩個都有 所以我剛剛已經跟你講我的理解了 台灣內部 大家 駝鳥嘛 因為這個問題困難嘛 你就不願意面對 老百姓不願意面對就算 我個人最大感觸是台灣的政治人物或是領導人物 也都覺得 因為這個 在選舉上可能是票房毒藥 你沒有新的論述 提出來不如就保險點就別提 大家都不碰 不碰就在那邊僵著 所以就變成是 造成時間緊迫 不是時間緊迫就美中 把這個問題插進來 因為中國大陸對這個興趣 這個議題有興趣 美國又沒有興趣 所以中國大陸一定會 做一些事啦 逼你要面對這個問題 美國為什麼沒興趣 賴克剛才已經講了 因為真正的核心利益只有英國日本 還有以色列 其他都棋子 美國是 美國就是一定要到 他發現第一島鏈他介入都有點困難了 那美國就決定做交易了 現在不就是這樣狀況了嗎 第一島鏈進來已經有困難了 我知道 可是交易要多少代價還不知道 台灣被賣不止一次 台灣被賣不止一次 按照衛星警報的SOP換成飛彈收到的時候 若是飛彈 飛彈的話怎麼應對 沒有啦 飛彈 坦白講我們那個警報 你一測到它發射你就要發 發簡訊了啦 可是發簡訊 那個就是吳怡龍在批評的嘛 你怎麼可以叫我們 看看有沒有不明物體啊 去跟警銷機關做報告 你要叫我們躲到哪裡去啊 對不對 這簡訊是蠻荒謬的 如果是明年下半年 台海局勢失控的話 美國會以什麼樣的方式介入 經濟上 政治上 還是軍事上 這是林月明聽出來的 你講的是今年吧 明年下半年台海局勢失控 他應該是說今年下半年 今年下半年 我認為美國沒有退縮的空間 因為美國要選舉 對對對 所以是包括了政治軍事都會 所以中國大陸也沒那麼笨 也不會在這時候 不會在下半年 不會啦